在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足和美好的今天 社会上其实还有一些弱势的群体 他们中有人是视障 有人是听障 还有人是心理障碍的患者 对于他们来说 和外界进行感知和理解就是一道难题 有这样的一批新兴的职业人 他们致力于从事无障碍工作 为这些人群带来更多丰富的体验 请看二十大前瞻激烈 我们的美好生活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 电影已经从一开始的末片变成了有声 从一开始的黑白电影变成了彩色电影 从二D变成了三D 在这些日新月异的高科技 不断增强人们感知体验的时候 似乎有这样一个人群 已经被技术忘在了身后 在中国有视力障碍的人群 达到了1800万 而听觉障碍是有2800万人 这些人生活在一个相对安静 色彩也不是那么丰富的世界里 对于他们来说 电影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什么样的一种展现形式 可以增强他们的体验 去跨越障碍真正理解故事 有这样一种无障碍的电影 让世界看到他们 也让他们真正感受到世界 这是一部经过无障碍制作的电影 虎口脱险 在保留原生之后 加入口述解说旁白的听障字幕 或者用手语翻译画面 让视障听障人群 能够获取到电影内容 这就是无障碍制作过程 在这背后有一个群体 他们对画面进行解说 手语翻译 让电影最终走入市场 面向大众 他口述的效果怎么样 我们听下来怎么样 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吧 比较确切一点 比较接近 就是我们是这群人当中的一部分 比我们更困难的全盲的 我们也接触 经常接触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叶尔的这个片子里边 他这种颜色词用的不多 因为全盲的人 他根本就不先天的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 什么是什么颜色 什么情况 那你要把厂 本身就片子当中 留给口述的时间不多的 那你可以用解释 整个故事情节 去年开始 龙人朋友老师 然后要带他过来参加 这个大学里面的 就是无障碍的电影的 一个活动的平台 但是看了非常有进去 然后开始参加 预尔进入平台 真正的学到电影 翻译做得好不好 观集到群众 就是观众 去看电影的一个 直观的一个感受 如果说做得不好 会出去 大量的一个观众 市场人士在线社交报告显示 超过92%的市场用户 手机中安装了音视频软件 而36%的市场用户 每天使用音视频软件 时间超过一个小时 和庞大消费需求 形成对比的 则是市场的空白 对于他们来讲 其实他们是社会的一份子 他们确实是在很多的地方 跟我们普通人一样 衣食住行很多的地方 是体现自己 作为一个普通社会 公众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他们去购买一些产品和服务 但是有很多的产品和服务 确实因为没有这样 无障碍的形式 其实是剥夺了他们 作为一个普通相费者 这样的权利 我们现在的 无障碍的影线的放映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都是公益的形式 它是真正体现你一个国家精神 文化发展的一个文明的程度 对 所以我们觉得说 未来无论从政府的导向 包括大众对于这个群体的关注 包括群体本身自身的觉醒 有些人致力于让市场 听障人群感知到真实的世界 还有一群人 则是帮助人们 拨开心中的阴霾 陆薇是一名心理倾听师 一开始他寻求自我疗愈 而现在他可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去帮助别人 我们的通话将全程被保密 如果发生伤害自己 或者伤害别人的行为 我将突破保密的限制 倾听师更多的是一次咨询 就是一次30分钟的时间 它往往是起到情绪的安抚 心理的疏导的作用 不管是心理咨询也好 还是我们的倾听也好 大多数这个人都不太能接受和理解 因为我们传统社会中是没有这个行业 大家不太理解 那么相对而言 我们的用户还不够多 那么另一方面呢 就是做心理助人工作 这个不是快钱行业 不是赚大钱的行业 所以这都是一些 需要自己去想清楚 而且去克服的一些困难 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最新发布的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 18到34岁的青年 焦虑平均水平高于成人期的 其他年龄段 一线城市当中 心理压健康人群不断增大 最近几年 大家对心理方面的认识和要求 已经越来越高了 原先大家对的心理咨询 包括倾诉 都是有病的人 精神有病的人才做的事情 我们中国人会有个病耻感 觉得我有这个做 去心理咨询或者倾诉 我很耻辱 我是有病的 那随着这几年 大家的意识的改变 这个就等于是一个心理保健 对自己的内心的成长 是很有帮助的 从吴正爱电影制作人 到心理侵听师 这些新型职业人 似乎并非主流 但是他们的存在 让世界上那些 并不受人关注的维度里 出现了更多的光明 凤凰卫视高岳佳 隔金时达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